韩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 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附下的杜凤书社举行的广座 我们今天的广座是 艾香德与汉语神堡 艾香德是杜凤山的策伐人 他一位挪威的宣教师 今天我们的广座是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 创所总监 若匹林先生 研究所都是山上的机构 成立了超过25年 今天我们请到杨三威和他 共产党 我们的祖凤山的创伐人 艾香德 也就是祖凤山的历史 我知道杨三威预备了很多东西 事不宜遲 我们将时间交给杨三威 好 欢迎大家 刚才Billy都说 我预备了比较多东西 我预备这个讲解的时候 我想想如何帮大家去看这本书 叫艾香德 全教士学者和朝圣者 我其实今天是想做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帮大家去把艾香德 这个全教士放在一个历史的脈絡里面 给大家感受一下他如何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全教士 说到这个大时代 我想大家都会有感受的 其实我们都不知不觉到了一个超大时代 千年未遇的一个时机 我们将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日子是很难过的 但是呢 我今天想跟大家说 当年艾香德 其实他没有给我们舒服 他的日子 其实一样是这么多困难 那我很快呢 跟大家进入历史的脈絡里面 艾香德叫汉语神课 比较奇怪一点的名字 跟大家 大家一直在教会里面听我的东西 可能会有点不同的 试试跟大家去说 进入艾香德的生庭之前 我想跟大家比较一下两本书 很出名的 陕西凌宗和方圆上这两本书 对我来说也很有特别 因为1982年我就开始读神课了 而我当时是基督书去做实习生的 他刚刚在83年出陕西凌宗 85年出方圆上 这两本书 如果你读宣教史 都会药莫地听过的 他和汉语有什么淵源呢 他们两个都是挪威传教士 都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香港 师务道教士呢 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调颈嶺 在调颈嶺的灵实医院 创万有灵实医院 他是很草根阶层的那种传道的方式 艾香德呢 他是在一个中国宗教人士里面去传道 一个很不同的社群 对我来说更加有个感觉 因为我是由1979年到1982年 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在调颈嶺做事 所以对于调颈嶺就很有感情 然后读神学的时候 去到基督书楼一做 他们出一本书 就是讲调颈嶺的灵实医院的创办人的传教士 那两本书呢 如果你将这两本书 和艾香德这本传教士的传记去比较呢 你会发觉进度很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呢 作者Eric Sharp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这本书呢 英文版是1984年的时候出版的 他在2004年呢 他死了之后大概两年左右 四年之后呢 他出了最后一本书呢 那如果你读过孙教史的话 你可能都听过印度圣徒孙大信 那你可能要去教会书房呢 这里应该有的了 你会看到孙大信 那些这样的传奇 很神奇的 他是谁 Eric Sharp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宗教社会学家 他很擅长用宗教语言学 民族学 人类学 宗教心理学 他是极少数很早期的一位的学者 是用跨学科的方式呢 是对宣教士或者对宣教运动 进行这种跨学科的一种研究 所以呢 他不是一般的作者 甚至乎呢 他对于宗教社会学呢 是成为创立宗教社会学的 是一个开山秘祖之一 然后最特别的东西呢 就是这本书呢 他是在杜丰山写成的 他特别是来董山呢 当时李敬虹牧师呢 是请他来董山进行了几年研究 然后大量看很多的archive 然后写成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呢 是一个学者认的一个传记 当你从这里来想象 当时翻识的这本书呢 是自然一定要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后来只是译它 和让大家容易一点看呢 我想我们加了超过几百条的驻脚呢 是令到大家能够明白 这个学者想说些什么 亚康德是谁 1877年他出生在挪威这个南部 一个很小的地方 然后呢 他在1897年到1902年呢 用了几年时间 他在挪威Strawanger第一间 挪威第一间的宣教学的神学院 去读书 用了几年时间 用了几年时间读书 而将它放在我们中国脈絡的时候 大家很清楚会记得了 就是拳肥诸联博星rebellage 1891年到1901年 这里有些数字 大家可以若望 只知道当时 其实他来的时候呢 中国是很危险的 136个基督新教的传教士 和53名的儿童避害 47名的天主教神父 和修女避害 3万个天主教徒 和2000个基督新教徒避害 400到700个东正教的信徒都避害 就是全部都囊括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日子 他来的时候就是拳匪之乱 之后的三年他到中国 1903年 他来到长沙灵乡 很陌生的地方 他当时是做一些很传统的 任何传教士都会做的 就是开诊所啊 福音堂啊 做一些传教士 一般性的传教的工作 灵乡有谁呢 可能大家隐隐隐约去听过了 长沙是毛泽东的乡下 刘少奇的乡下就是灵乡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左的 一个很保守思想的一个中国的中部的城市 而他很特别是他1903年来到中国 然后他来到中国 他深深被当时的中国宗教徒 他们那种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因为觉得这些中国人 他们认识神的 他们是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有余教 有道教 有佛教 他们是很认真他们自己的宗教的 而且他们那种宗教的生活 是很近似我们基督教 中世纪的修道院的那种生活 那他在1905年 他就在这个藝山的大佛寺 这个湖南的墨印寺 那时到现在都是整个长沙最大的佛寺里面 他有一个很神秘的经验 叫做大马士革的经验 他就说在这个佛寺里面 他得到一个很特别的异象 他后来综合了他这个特别异象 叫做我灵犹阳 就是他这四个字 今天都刻在他这个墳墓里面 1908年江水王慈禧相继细细 三岁的土耳皇帝登基 就是末代皇帝的电影 大家有点印象 然后1910年 在长沙发生过很严重的抢迷风潮 当时整个社会很动荡 很混乱 有很多的当时拳匪之乱那种情绪 依然是离弱他整个中国 他作为一个外国人 真的被认为外国人 觉得这些人是异族之人 又蓝眼睛又白头发甚至鬼 很恨他们 而且他就传说他们 这些外国人西方的敌对势力 帝国主义 就来到中国 抢我们中国很多的资源 于是当时长沙的教堂 洋行和领史 都是被摧毁的 而1912年大家知道孙中山他做临时大总统 但是只要他做了44天 他就被辞职了 然后当时的袁世发 1913年10月10日 他就成为临时大总统 然后他准备做他的皇帝之梦 而在这个时候 牙香德做什么呢 他同期 他就已经是写出第一本的 挪威文的著作 叫做《中国的宗教》这本书 然后他在1913年的10月 他也都代表挪威猜会 是出任第一届的信义神学院 信义神学院是第一间信义宗神学院 在长沙被建立 他是成为创院的董事 Founding Member Founding Director之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已经很混乱了 大家可能都不是很多人知道 但是中国是派遣了14万的民工 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中国也有份参与的 然后在1915年 开始有一个新文化运动 当时新文化运动 大家都听过 第一次听过 有蔡先生和特先生 这个Science and Democracy 这两个思潮 开始由西方那里传入 当时有两个很大的阵营 一个是以胡锡为代表的温和派 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全中国的 就是用实用主义去代替这个瑜伽的学说 而另一个当然就是左派那边 就是他们批判中国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 而1916年的6月6日 袁世凯逝世 揭开了大军佛时代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女官民》的大军佛那部电影 一定记得那些女明星的样子 记得那些人都记得那些女明星是怎样的 大军佛1916年到1930年 当时很混乱 而雅肯灯其实是1912年到1920年 他是出任湖北聂口的信义神学院的 新约教授广道学和教希列文的 所以很特别 他其实很早期已经教希列文义 我们发现他的文献里面 他38岁的时候开始 他已经写一系列的圣经注释书 包括《新约道伦》 《约翰福音注释》 《加泰书》 《雅各书》 《马福音注释》 而《约翰福音》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 因为他一生里面整个的神学 我们可以综合他为约翰的神学 他晚年的时候 在1952年 他最后回来香港 在学书中教书的时候 今天还有很多老的老师 都听过他说过 他说过一个笑话 就说他本来应该一个学期 就讲完了一样福音 但是一个学期完了之后 他只是讲完一样福音 第一章是第一节 一节时间是讲了一个学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研究是多么深入 然后1919年5月4日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了 其实他整个背景是非常动荡不安的 而1922年到1927年 大家若莫知道有一个叫反基督教运动 当时提出一个要求在西方人的手上 是夺回这个教育的权利 我觉得这些传教士掌控我们中国的教育 是全不西化是不行的 再这样下去 我们中国会亡的了 而同时间1922年 硬得干什么呢 他又得到一个很特别的象 刚才说过1905年 他得到一个很特别的神秘的呼召 我令有阳 他要去向中国的宗教人士传教 所以他当时很特别的 他用佛教的语言 用佛教的那种宗教的方式 是要重新去传讲 或者重新去讲解这个耶稣的事件 耶稣的福音 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 在景峰山里面 是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佛教报道所 而当时他在南京这个地方 这本书里有说 我们后来做了研究 连那个地方都找到出来 现在今天在南京市里面 我们大概找到这个地方出来 他当时定名是景峰山 基督教崇林夏苑 他有住宅、小教堂、学校、宿舍、礼拜堂 被称为兄弟资格 他的工作已经是专心 不再做一般的传教士那些 一般传教的工作了 他是专心向佛教徒传教 很特别的一个工作 1923年你要看到 他当时接触的人也很习 我们查到他是金丹教 当时中国里面的宗教已经很复杂 报教也已经有很多旁知出来 在一个金丹教的大师去印度之前 走来跟他谈谈 他是跟他谈道 而更加出名的是 雅丹竟然在很早期的时候 在1923年的时候 他已经是第一次接触到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可能大家在教会里面长大 都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是其实如果你稍为独知到中国佛教史的话 他是被称为佛教练的马丁路德 他是在19世纪20世纪初期 对整个佛教进行全面的改革 他曾经写过两篇很著名的文章 一篇叫做《我们可以向基督教学什么》 另一篇就是《基督教可以向我们佛教学什么》 所以他很早期已经有一种相互学习的对话的观念 雅丹在这里找了一封信 他写到他和他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太虚大师对于基督教的认识 是透过艾康德的工作 今天如果你去台湾 你去佛江山 你就会发现佛江山整个组织 那方面是很像我们基督教的 它里面的制度 它里面对于神学院 对于修院 那些制度是学了这个基督教 同样基督教都学了他们很多东西 如果你在江山 你还看到这几样东西 有个祭坛 有个宝塔 还有个宗 我们称为江山三宝 你在圣殿还看到这三样东西 1923年到现在 然后1924年 南京景空山已经有工作 但是遇到的大背景是非基督教运动 或者反基督教运动 当时已经是牵涉到在长沙 广州 济南 武汉 九江 上海 苏州 徐州 杭州 肖庆 宁波等等 都有反基督教的群众上街示威 要求广族全教士全国 所以当时面对的压力 内外都是相当困难的 同时间面对到当时整个政治的环境是这么复杂 文化的环境这么紧张 1925年他的教会 他的差会本来是挪威信业会 挪威信业会就跟他说 他说你现在搞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太明白你做什么 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 你穿到整个和尚那样 那些人听你说话是说佛计 你都不是说耶稣 虽然你那个佛计里面那个棒是耶稣 但是你说的东西整个都是佛计 我们不明白你做什么 你好似在搞一些宗教混合主义 于是警察跟他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不会赶你走 不如你自己退吧 不要令我们这么难做 我们不可以继续聘请你做我们正式的传教士 于是他们又达成磨解 他说我退吧 如果你愿意支持我就不再是一个猜会的 一个隶属的关系了 而是一个友谊的个别的关系 去对他的工作进行这个支持 这个时候他也更加下决心 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方向 Christian Mission to Judaism 向佛教徒传教 这个环境迫到他 是更加有这个决心 去做一个很特别的事 1926年他脱离了警察会 警察会不再给他钱了 他自己搞了 竟然是越搞越大 有一个这么大的建筑物 在南京的京凤山 然后1926年 蔣介石开始不伐了 袁世凯四 蔣介石开始不伐了 在不伐过程里面 景凤山是受到兼连的 这本书里面 其中一个chapter 在1926年的那个chapter里面 很详细地说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里就不再详细地说了 1923年到1927年 他有一个综合工作的报告出来 他说一共接待了五千个僧侣 居士和其他房下 三十多人受洗 成为教育 当时来说 这么特别工作 也有这样的成绩 是不相当难得的 在1930年的时候 他去了很多地方 整个亚洲都去了 东南部都去了 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 什么都去了 最后他本来没有想过去香港 但是后来有人跟他说 不如来香港看看吧 他一看看就发觉 正在香港 这么近中的大陆 有一条火车路直去 直穿中的大陆 去到广州 去到北京 然后又有个深水港 船一有船 立即可以去到东南亚 去到美国、去到欧洲 他觉得香港是一个绝好环境 于是下定决心 是在东宫山 买了这个山头来 推荐他的工作 这里也说 在沙田的人物志 这本书 有一个沙田区议员 这个鬼庆祥 他写了一本沙田文物志 根据他的研究 显示 艾香德是第一个传教士 进去沙田 整个沙田区 他应该是第一个人 在这里建立他的基地 然后这里也看到 我们找到很多图片 从30年到31年 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开山 今天你想到东山的路 是他们开出来的 6500公尺的山路 3250公尺的水管 全部都是由他们的传教士 另外一些客家的工人 是开山 踢石地开出来的 然后第一层楼 就是我们的 1933年的所谓联德楼 今天联德楼 就被我们研究所占据了 因为1995年的研究所 就入住这里 成为第一间建成的办公室 然后由1933年开始 除了这一间联德楼 还有就是今天你上董山 看到圣殿对出那两边的屋 圣殿的右边的屋 就是我们所谓Side Chapel 就是1933年的时候建成的 1934年到193年 圣殿落成 当时这个圣殿 今天看到是圣殿两个字 但是1934和3年 如果你上到去的时候 是四个字很吓你的 现在我都在想 好不好再重新改一个名字 叫做景专布殿 景专 让大家知道可能和景价有关系 当时它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景专布殿 佛教徒上来很有亲切感 或者中国宗教的人很有亲切感 然后1934年 我们有第一本的《渡风》雜誌 我们研究所有一本《渡风》旗广 也是1934年 相当早期的 然后1935年 我们同时又建了这个圣殿居留 或者会议厅 今天我们上龙山停车场 那个会议厅 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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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个时候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1937年 路沟桥事件 然后也发生了 1937年 12月 到1938年12月 发生了南京大同事 在我们《渡风》旗的杂志里面 都说到 当时这件事很恐怖 他们在南京景丰山 有些人走来 就报道了这件事 而在1938年 我们最后的建筑物起源 就是我们今天上龙山看到的 云水堂 即是吃饭的地方 当年是宗教研究所 或者宗教研究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由1930年到1938年 整个东方建筑群 用了八年时间 就建成今天这个局面了 而当时在1938年 他当《云水堂》 即今年的《云水堂》 当年的宗教研究院 他成立了之后 他就说 杜丰山是希望做这么多东西 建筑过这么大的建筑 不是让我们参加世界 他当时是想做三样东西 宗教研究所 基督教中心 宗教文化出版社 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 董山的工作 基本上回复他差不多一百年前 或者九十年前 他想做的那个事命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欧洲爆发 他本来是有另一个 更大的建筑物 如果今天你上董山 你会去到大十字架 由云水堂去到大十字架 有一块很大的地 那是属于第二阶段的建筑 应该还有个图书馆 还有一个行政大楼 还有一个大广场 但是这些一概都没有办法做下去 因为已经打仗了 没有必要去查钱 这些钱都是一个个 一元一元地捐回来的 1941年到1945年 吞暗的三年停八个月在香港 这里很多东西可以说 不过很短的就是 你看到一辆蝙蝙蝠的那辆车 蝙蝙蝠的那辆车 蝙蝙蝠的那辆车 这辆车是上董山唯一的交通工具 被日本人拿了 结果他们的传教士 是要由董山 差不多每一个星期 都要轮流的 由董山走路去九龙 九龙城寨 太子那些地方去买米买油 然后走路经过大步道走回去 当时是没有了一些交通工具 当时在打三年还是八月 董山的日子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吞暗德他本身已经很老了 他已经大病了 几乎死了 到这个时候 他还比我六十四岁 六十四岁到六十九岁 这段时间 他在山上工作又没有人来 为什么呢 他写了三本书 默想 他是极小的传教士 够胆写默想的 静坐的 打坐的书 他今天这本书还找到 然后他《重生的方丈》 在上帝临在宗的沉默 这些书是晚年的时候写成的 还有就是他也翻译做老子 他作为一个传教士 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除了要翻译基督教的东西 进来中国 他也是把中国东西翻译做挪威文 也早就出版了挪威文的老子的《道德经》 1945年 第二次大战结束 即是日本人投降 这里有说到 在我们的《董山日记》里面 真的有说到有食人事件 也传说日本人来香港的时候 有没有食人 他们说当时他们都听过有食人事件 是很恐怖的事情 1945年到1950年发生了国共内战 1946年6月 硬是69岁了 老二了 已经差不多 这么辛苦 又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人又来 他也做不到什么 69岁 他又回到挪威了 然后1949年 是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所有传教士被逐出中国 去到50年、51年 最后52年的 最后一位传教士都离开中国 施武道 其实是大概1950年离开中国 然后去到1951年 他虽然是退休了 他很老了 但是他依然深系香港 深系董山 于是他偶然就找到一张免费的薯票 回到董山 他知道自己已经退休了 不能再干预工作了 于是他就在信仪中神学院 因为当年信仪中神是在董山的 今天也是董山的 当年他在长沙别口搬了下来 臨时在董山有8年时间 他就在董山那里教书 然后他最后一本的著作就是《比教学》 和《药学福音》 最后在1952年的3月13日 他就安然离世 然后他就装在董山那里 结果他是一个传教士 用了一生的时间 是为了一个很特的使命 长于世到死于世的一个 享年75岁 亚昂德和汉宇神有什么关系 亚昂德和我们研究所的做事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很相似 亚昂德本身在中国的宣教史里面来说 他肯定是其中一位很受争议的人 因为他的传教使命 不是一般传教士做的事 他是向中国宗教人士传教 尤其以佛教、道教和瑜伽 心要知识分子 去向他们传教 而且他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使命 研究所就有点似的 因为我们在1995年在连德流成立 然后我们当时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使命 就是和非基督徒合作 和非基督徒的学者去合作 去建构中国神学 或者是汉语神学 这里可能你也会遇到 有一个伯伯在那里 非基督徒的学者 然后做神学 这里有一个伯伯在那里 很大的伯伯在那里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slogan 叫做Christianism to Chinese Intellectual 过去和现在的使命去比较 确实跟我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第一,language、汉语 确实很特别 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明白当时那些传教士 不知道为什么很神奇 他们用很短时间 要掌握中国语言 我刚才跟张牧师说 以前的宣教士 潮州话都说到 好像我们本地人那样 人都这么厉害 他们很短时间可以掌握中文 然后他们会尽量用中文来思考 港论和书写 教教的神学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 而且他们很努力地觉得 基督教向中国宗教可以学什么 中国宗教也可以向基督教学什么 是一种相向性的互动 然后我们研究所 其实我们也是language 我们很重视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我们很强调汉语 我们是翻译两千多年来的不同地域的交教经典 透过这种的翻译经典 我们是鼓励汉语学者 是用汉语来思考 来讲论 来书写 我们交教的神学 然后我们又很神神怪怪地 二十多年来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可能是唯一一家 是专出一些规管的书 就是出了三百多部书 你自己去看看我们做了什么 培育人才 硬是他当时1938年成立的宗教研究所 所以我们做今天的云水堂 是要培育人才 我们研究所也都是有一个很庞大的 中国大学的网络 和外国的合作的网络 我们尝试速动 是中国的大学和外国大学 包括香港的不同大学 是进行一个交流的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时常都去 每一年 其实我刚才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说 还有每一年他都去旅行 但是他不是坐私家车 坐飞机那些 当时的古代旅行 就是那个年代旅行 是很危险的 有强度的 有山差的 但是他每一年都会去走访 中国东南亚不同的佛教寺院 希望建立对话的关系 而我们研究所也都每一年 都安排了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大学的教授 是来到香港 来到中国 来到台湾 是进行大家的交流 也都请这些的学者去到其他地方去 董山也是一个很适合对话的地方 今天想董山 他进行很多很适合的日常交流的对话 当时他接触了很多人 有几百人来到这个地方 董山也是过去这几十年 我们接待了250多位的学者 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住三个月到两个月 然后进行研究和写作 写出大量的基督教研究的著作 总结的就是 艾奥德的工作对于佛教徒来说 他时常被指控是扮羊 其实是来偷我们的羊 就是扮成羊 其实他真的是狼的东西 走来我们佛教徒里面 勾引我们的佛教徒 变成了基督徒 对于基督教来说 中外的教徒来说 他又好像穿着整个和尚和佛教佬 和道教佬 进行一种混合宗教的倾向 所以他两边都不是人 但其实他很清楚 一再强调的工作是要 道成肉身 基督教中国化 艾奥德认为当上主向人讲话的时候 他是用那个宗教人的语言 生活和宗教经验来启示他自己的 然后艾奥德他自己也都新鲜事出 离开自己很熟悉的宗教的传统 他是奴德宗 挪威奴德宗 他离开一个很熟悉的传统 然后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 他者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学习 艾奥德他说的话不是广东话 不是普通话 是湖南话 因为他在长沙 他是很道地的湖南人 然后他用了中国人的语言文化的体验 去说中国的基督教生活是怎样的 然后他以他者的思想经验和生活的经验 来丰富自身的基督教传统 然后他同样也让中国的宗教 丰富了自己的宗教和教理 这就是我们隆先生所说的《焦教中国法》 总体来说 我觉得 硬是和我们在《焦教中国法》的方向是異国同胞的 当他们很努力去翻译和诠释东西方 及宗教的传统的同时 我们都很努力地让基督教思想 与中国古今的思想之源进行整合的 古代的我们有余道佛 当代的很现实的 我们有马克思主义 以及东西方的思潮 至终我们要做一件事 我们认为已经在做了 也成功了 就是将基督教的学术 成为中国学术的绕成部分 这是我们的工作 最后可以看到这幅图画 我们的工作是站在巨人的边缸上高 但是他在我身体内 由中国到香港加加迈迈 有四十二年 在中国和香港这个地方 我们研究所工作 不太久也不及了一半 我们从1995年做到现在 都是二十多年 25、26年未及到一半 但是我們能夠這樣做下去 是因為有這些先人的前輩 為我們留下這麼好的基礎 讓我們能夠將這些工作繼續建築下去 所以說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膜上 我們一點都不行 我們是在巨人的肩膜上 繼續傳承這些前人的工作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